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也是非常虔诚的一位基督徒 先来欢迎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林伟雄 林医师 林医师你好 你这样介绍的话 我真担当不起 真的不敢说是什么前辈 我们都是在 神帮我们放在什么地方 当我们面对经历的事情的时候 只能够说神给我们托付 比如说在疫情和强制令之中 因为作为医师 所以可以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站出来 为了就是反对这个强制令 和为了这个疫苗受伤的人说一点话 仅此而已 那对于政治呢 其实我也是 也不能够说是什么内行 但是就看到美国现在社会的这个样子 所以从2019年2020年之间呢 就比较真的是比较积极的参与到这一个过去很少涉足的方面 我看过你写过很多的文章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方向 那今天说实话 我们就是因为2024年的大选有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是保守派里面值得被讨论的一些议题 特别是川普跟Decentes这样子的一个矛盾的关系 然后又暧昧的关系 现在好多保守派全部都两边站 你对于这个的看法是什么 我对于这个看法的话 就是我看到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伤感的 因为特别是说很多都是很过去曾经非常接近的人 就是当我开始对于继续如此单一强烈的支持川普 作为好像是说唯一可以选择的候选人这个看法 我开始提问的提出疑问 我好像是仅仅就是在一次交谈里面 跟我同一个州的一位也是非常积极参与政治的一位姐妹分享 好像一两天之后就在整个圈子里面 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林医生成了叛徒 对 太可怕了 这个说法太恐怖了 因为就是只要不支持川普的就是保守派的叛徒 然后就不是神的仆人 然后被撒旦连基督教这个思想都丢进去来骂人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我们的影片当我们说我支持他们两个出来辩论的时候 也是别人就说你有什么好辩论的 就是川普 就是川普 只要讲其他人的话 其他的声音是不可以存在的 这个是我当时我是非常痛心的 然后我们那个订阅人数也是往下掉 因为我是支持他们两个出来debate的 那我后来看到了你之前有参加访问 然后那个标题很明显就是说 你为什么背叛川普改变支持德桑蒂斯 你对于这个的看法现在有什么改变吗 还是你有什么就是对于这两个人的看法 你可不可以解释 不要说解释好了 叙述一下你的观点 那所以我是说 maybe就是说 首先呢 我向您和向这个AI News做一个道歉 就是说当我联系你的时候呢 我也是好像因为看到这个标题 你们有一期节目的标题 就是说这个候选人不在场的这个总统选 进候选人辩论 那我当时就觉得说 你好像觉得只要川普不在场 其他的人好像都是等于他们就 变成他们是空气一样 所以我当时就马上就是 跟你们写了这样一个 措辞非常强烈的一封信 所以我首先为此道歉 因为其实就是说 再回去看一下你们过去的节目 确实是说 当川普是有一些的立场 你觉得应该提出批评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挺公正的 所以我首先为此道歉 但是也是因为写了这封信 所以就是Ethan说 原来这样就是 就是你有这样强烈的看法 那所以你才邀请我上来做节目 所以但是我首先要把这个事情摆出来 那在我想对于川普这个开始有一个第一次 我对他提出质疑是2021年的年底 那个时候他跟那个O'Reilly正在做一个那个tour 那在那个时候他还是讲到他的疫苗很好 就是说那那个时候呢 就但是在华人的这个保守派的圈子里面呢 几乎没有人敢为此来提出一个 比较有怎么明确的这个批评 那我当时呢就觉得说 虽然说我当时还是继续支持他的 但是呢我说这件事情其实是说在我们美国最近的这经历的这些大事里面 这个疫苗 疫苗强制力和疫苗带来的这些恶果 没有被足够的来investigate 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个生命自由 都是有一个很大影响的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这个事情的决策 如果我们认为他有错 他却在过了一年之后依然为这件事情来吹嘘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起草了一份英文的信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是说 我们还是esteemly highly as our leader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他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reckoning 并且就是改变他的这个看法 那这个我先插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 我每次讲到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很多观众会觉得说 川普是在支持疫苗 然后但是川普没有强制疫苗 川普没有强制说 你一定要像说这个什么 military一定要打疫苗 然后医生一定要打疫苗 这个不是川普在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不要 先不要讲川普的烂事在哪里 因为你一讲的话 底下的人就开始生气了 我们先来讲 你觉得Desantis哪里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说回去 就是说当然就是如果川普是百分之百好 那我们就是说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去想另外一个人 但是说去想另外一个人 当然就是因为就是说 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一个缺点 那在这个时候呢 后来Desantis的这个 就在往前跳约一连 就是到这个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 那就是才发现原来川普跟Desantis之间已经发生了这个裂痕 而这个裂痕呢 原因是因为至少就是很多知道内情的人都觉得Desantis在赢得他的佛州选举之后 他就会出来要宣布他要竞选 因此那我就开始要注意 那如果他出来竞选的话 有没有值得我们去考虑这个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支持 或者是说对于整个美国和对于保守派的理念 他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候选人 所以就是说那我在现在这段时间 当然就是说有逐渐越来越多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不同场合的这个反应 那就有对于这个就有更多的思想 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支持谁 那肯定是说其实就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谁更有机会在普选中获胜 第二呢 谁会在这个保守派的事业中成为更有效的总统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只是说 Desantis会更年轻一点 可能会吸引到年轻一代的人会更加容易接受他 或者等等的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因素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不如选一个Vivek 他更年轻就是讲话就更加有那个魅力等等 但是说我是说即使他成了总统 比如说我抛开他谁的这个胜选率更大 而是说如果这两个人都都可能成为总统的话 谁当总统会对保守派事业中成为更有效的总统 那在这两个问题里面 我自己就是综合的回答都是Desantis 就是说胜选和成为更有效的总统都是Desantis 那所以我可以这样想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大概就是说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讲 OK 那就是如果我用英文的话 我就是把它总结为Apple, Build, Will and Skill 就是说谁能够吸引到选民 谁有这个更扎实的这个信念基础 谁更加有这个Political Will 就是说不是说他说什么 而是说在他的过去表现出他的那个政治的意志 就是说在对抗这个极大的主力的情况下 能够推动他的那个议程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意志的话 因为在这个总统的位置上 一定是要遇到很多主力的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Skill 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政治技巧 能使这一个他最终要实现的这个目的 能够实现得了 那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是把这两个来比的话 就是说Desantis是更像一个拳击选手 而那个川普呢更像一个Street Fighter 就拳击选手呢 就是说他是需要是有 既是要有这个他的那个Strength 也是需要他有那个叫做Discipline 就是说拳击他毕竟是一个有一定的 叫做规则的这个竞技 他是要把对手打倒 但是他必须是在规则上面来打倒 而那个川普呢 他的这个打法呢就更像一个Street Fighter 就是说他觉得说我要把对手打倒 不管用什么方法 但是现在你不觉得民主党并没有在 什么规则范围里面吧 对我totally recognize that 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 而且我回到刚刚的一点 你说electability对不对 就是谁比较容易当选 那初选的话 我们现在看共和党的民调 基本上就是川普 他有60% 然后底下在这边论 然后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左派或中间选民 呃比较愿意投票给保守派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最新的CNN的民调 CNN的民调不能再走了吧 川普47% 拜登46% 就是川普跟拜登的话 Dissantis47 拜登47 所以他们两个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说 这根据CNN 共和党要赢得100% 赢得这个选举的话 最好的共和党候选人是 Nikki Haley 49% 对上那个拜登的43% 我们很明显不应该选Nikki Haley 是吧 对不对 如果是Electability的话 我刚才是有两个part的question 对对对对 谁会成为在保守派事业中 更有效的总统 对 就是说Nikki Haley 他可能 也许他 那个Electability不错 这个我还是存有怀疑 但是说 他能不能成为保守派事业最有效的选统 总统 就是说 他确实是来自一个 新那个Neocon的时代的人 他的那个立场 比如说在战争的立场上 是完全是一个Neocon的战争立场 那所以 对于我来讲 就是我这个是我不支持的 我认为 现在很多的这个共和党人 都不支持那个立场 就是说这个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 保护民主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 倾全国之力 一定要把俄罗斯打败 那这一个立场 就是说 我觉得是 说多数的这个共和党人 这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人 是不支持的 而且是在这个跟迪士尼的 这一个 教力之中 他是完全 就是只是取一个说 大 大企业 他们做什么都对的 因为他带来这个Employment 所以在德桑迪斯 跟迪士尼的这个教力中 他完全站在迪士尼那边 甚至说要伸手 要去把他 那迪士尼招到他那边 但是我要address 一个electability 这个事情上 就是说在我们 现在的这个普遍的民调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一次总统选举 最后的决定 都是六个战争州 对就是那六个战争州 其他的州的这个民调的上下 就是说不赢 或者是说那个national poll 除非他是有 那个很大的差别 但是说在大选之前超过一年 那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是 如果对于初选 是看看谁在这个early state early primary state 特别是那个Iowa caucus 他有没有那个叫做地上的组织 那在这一点上呢 就是说德上帝斯 是远远胜过其他的这个竞选人 应该 就是说他在那个Iowa 已经visit了他们一半的county 他在Iowa得到这个Iowa州长的这个 虽然说没有公开的这个背书 但是那个Kim Reynolds Kim Reynolds在Iowa是非常popular的州长 Kim Reynolds的那个叫做conservative 这个保守派的这个pedigree 也是非常强的 就是说他通 好像只有两个州通过了这个heartbeat bill 就是说在这个心跳法案 那就是一个就是德上帝斯 一个就是Kim Reynolds 对 在这个提前开放的州里面 Kim Reynolds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州长 所以在这些议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当这个德上帝斯和他的team committed 去那个进行ground game的时候呢 他在Iowa和在 New Hampshire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这一两个州的表现呢 会很大程度的使后面的州的表现 有有很大的翻转 南卡州呢可能稍微难一点 因为Nicky Haley和Tim Scott 都在南卡州有有比较强的背景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回到就是进入普选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川普总统 在普选里面在各个战场州 获胜的几率非常小 就是我们要说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在自 这个不管我们认为有多大程度 是因为这个窃选 但是在2020年到2024年之间 没有任何实质上 可以做来预防他们继续窃选 却选的事情 是 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讲这个选举舞弊的事呢 实际上在在现在是没有意义 因为如果说选举舞弊的话 那谁 没没就是说 谁谁去都没关系 对对 所以说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说我们说这个选举舞弊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什么事情没有的话 那就真的是只能用子弹来解决 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包括所有的 包括所有支持川普的人 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 我们都是要在这个规则里面 就是希望还是使用选举 那既然就要选举的话 我们就必须就是把这个前提摆在 我们是希望这个候选人在那个州 是能够有有这个一个吸引到选民的这个基础 那我们可以从一个就是2021 2022这两次的选举 2021呢我们看见在Virginia 就是说这个Yankin在Virginia选举的时候呢 虽然说他很多的理念呢 都是其实都是相当保守主义的理念 但是呢他刻意的在人物上 他没有跟川普拉得太近 他在一个就是说 拜登赢了十一二点的这个Virginia州 他赢得的州长 而在就是说在Michigan 在那个Georgia 在Arizona跟Pennsylvania 这四个州跟川普拉得最近的 那个候选人全部都放落马 甚至就是说在Pennsylvania 这个Oz是输了输给了这个 连说话都说不说不出来的人 那在这个Betterman New Hampshire就是川普支持的人 这一个Bullock 他就是说是一个退伍的将军 应该也是非常好的背景 但是呢他也在New Hampshire也输了 那在这个Georgia呢 就是那个连续几次的输 川普被输这个David Perdue 来挑战Barnkem 支持这个Hersel Walker 那在最后这个大选里面都输了 那所以呢看来这些州 这些最重要的战场州 他没有办法能够在2024年能够翻转 而只要失去这些战场州 不管你这个全国的民调是什么 他都无法能够赢得这个270个选举人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考虑 就是说在普选中 就是你主打的就是说在战场州里面 你能不能够翻转一些中间的选民 而德桑蒂斯他是在福罗里达州 他执政的过程里面 通过他的执政能够翻转到他的州的选民 而且他的执政并不是说讨好这个左派 中间派的这个执政 他执政的那些所做的事情都完全是 我们所有的这个最坚定的保守派 都可以支持的他通过的法案 是我必须同意你 就是在Dissantis他在佛州的政策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想要指出来就是 你讲的这些数据是一年多前的一个选举 然后现在已经变了很多 就是去年的这个选举 现在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多了 Dissantis的选战打得非常糟糕 他用那个AI制作出来的图片 然后让川普抱着Dr. Fauci 然后清 Fauci的图片被弄出来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backlash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他第二个他的竞选团队 这个Dissantis War Room 弄出来了一个军人在旁边 然后后面一个大纳粹的那个旗子 就在他脸上在那边绕圈圈的那个东西 那个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反感 所以说你如果说以去年的选举的这个民调来看现在的这个趋势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看现代的民调是怎么样子 那这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再讨论的 我们先来 但是这个只是关于就是说他们的选战打得怎么样 这个不是在于就是说如果他们当选了总统 就是我刚才说说的这个谁有机会获胜只是一个小的部分 谁能够成为保守派事业中更有效的总统 和是更值得作为这个棋手 就是他们是一个新的standard bearer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个 你觉得以你刚刚提出来那四点 然后你说这四点 Dissantis都赢得川普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对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首先是讲这个信念 那比如说如果是拳击运动员的话 信念就好像你双腿 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站稳脚跟 而且就是说否则的话 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在这个所迎战的这个这么大的挑战面前 那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认为 就是必须这个这样的这个坚实的基础 必须是打在一个是这个信仰 另外一个是保守主义的理念上面 我觉得那这个虽然说 我们是这个Protestant 就是说福音派的基督徒 那Dissantis是那个天主教徒 但是呢从他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一直都看出来这个 这个信仰对他的成长是非常重要 而不是这个不是说他后来为了竞选的时候 才自己加上去 而他这个保守派主义的理念的话 更加是在他的这个医生的过程里面 都非常的显著而明显 这个不是说他竞选州长为了就是讨好某一派 才加上去 他在这个 十年前他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 就是说在他第一任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已经是这个 Freedom Caucus的co-founder 那所以就说在那个时候 就是Freedom Caucus就是一直是fight 这个叫做那些 就是establishment共和党 那些只是挂名不做事的共和党人 所以就是因为Freedom Caucus 当时才就是把那个John Boehner 弄了下去 但是川普是翻转整个共和党的一个人 现在共和党的一个整个制度 还有各方面让Freedom Caucus 有能力去抵抗建制派的人 是川普 让所有的人起来去 有这个意识说我要去fight 这个共和党的这些人 其实不是代表我们的 其实是川普这个人 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是说 他川普在直到2015年之前 他可能都不是共和党人 那就是说他过去的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社交圈子 和他在这个社交圈子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意识形态 都是跟这个自由派的名流享受这个富人和名人 这个rich and famous的那样的生活形态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那个叫做opportunistic的人 他可以成为一个翻转世界的人 但不等于因此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保守主义者 但是我们是可以从他的执政过程当中看出来的 他执政的四年 他是我有生以来 我现在38岁 最保守的一个美国总统 那关于他的过去各方面 我们现在也常常在说什么 哦伊朗马斯克拯救了推特 拯救了言论自由 但他之前是个超级大左派 他为什么会翻转 因为他儿子要去变性了 然后他就开始注意说 我们现在这个不行 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我的回应是这样 就是说 有这种 没有这种人格力量作为基础的 都是也可以打赢一两场战斗 在世事纪里面不乏这样的例子 是 Jephthah Samson 但是呢 他们不能够带来真正的这个翻转和复兴 这个也是这两个世事的这个悲剧 我觉得这个也是川普和我们这个时代 为什么会像要需要一个像川普的人 成为这个整一个 好像是共和党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救星 因为就是说我们的熟灵状态 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因此就是说真正的这个 熟灵的斗士 那个时候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川普就是 神给我们最好的选择 在这一点上 我没有反对意见 但是呢 如果他的指导原则不是信仰和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他们很快就会为了自己的荣耀 为了自己的家而战 在那个时候 在选择自己的荣耀 还是国家的利益 选择是说 Liberty 和这个 Faith in God 是最重要的 还是说我的这个 自己的legacy 是最重要的时候 他会选择自己 那这个是 这是我对他的看法 那我的证据 我证据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 如果他执政的是三年 而不是四年的话 我就同意你刚才讲的话 他执政的三年 前面三年 从2017到2020年初 是美国最保守的总统 而且呢 是保守并且有效的总统 但是他好像是说 这个一个quarterback 在前面三节领先 五个touchdown之后呢 连续丢出几个fumble 跟那个interception 把前面所有的这个都丢掉了 就是说他 疫情的这个 所有的政策 就是说 一个是这个封城 使得这个联邦的大政府 就是说成为有机会 摄取了更多的权力 第二呢 就是说这个急促行动 如果急促行动 只是发展一些药物 而不是发展出一个 完全没有经过 足够安全处理的疫苗 那么可能影响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急促行动 那丢掉所有的这个 正常科学的这个 safety guide rail 而使得这一个 并且他一直是以此为骄傲 那这个是看出来 他在这个人的这个foundational 他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最后呢 就是说他为了在疫情里面 不管他是应该 为了保持继续的封城 还是说使他的就是 完成总统的这个legacy 不受损害 他就是说他把那个 本来就是 已经是很高的这个国债 就是又增加了四个圈面 就是说在最近 就是在他当政里面 所增加的一个赤字 跟国债是比欧巴马的还多 但是这是疫情啊 对但是这是疫情 但是而且当那个 福尔大州开 重新开放之后呢 实际上他的那个 作为这个white house 跟他下面的这个疫情控制 管控的办公室 还是多次的pressure 就是desantis 你们要重新恢复这个口罩墙制定 重新恢复封城 那就是我这 我现在手头上是有一篇文章 就是写 当时的timeline 而且呢有很具体的这些 就是文件的日期 来作为证明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他 我们选总统 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面对现在这个事情 他会怎么做 但事实上 每一任的总统 the defining moment 都是出现在 他没有预先 想到的事情上面 George W. Bush 的那个选总统 the defining moment 就是这个完全改变了 他的trajectory 他竞选的时候 是要那个什么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从来就没想过 就是说 因为这个911 就是launch了 就是他变成了一个 就是要发动两场战争的总统 那这个 所以就是川普 他选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border 跟这个经济 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威胁 这些是他看的是最重的 还有就是说这个 欧洲这个NATO 有没有负担 他们应该负担的那部分 但是呢 就是突然发生的 这一个疫情呢 使他原来预想的 所有东西都 都不在这个里面 那 但是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liberty 并不是说 他在他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 他就马上可以把这个 liberty这件事情 丢在一边 所以你的你的看法是 Ron DeSantis 比较在乎liberty 然后川普比较不在乎liberty 的一个就是相比之下 就相比之下 就是川 Ron DeSantis 是能够把每件事情 都首先是按这个 理念的原则 去evaluate 来做 而这个 那个 川普呢 是没有 就是说在所有的事情 都首先按照 理念的原则 来evaluate 而做出决定 我觉得 我觉得 DeSantis 适合在一个 完善 而且 有公信力的政府下面 他适合当领导人 现在 我们美国的政府 包括我们的 CIA FBI 我觉得DeSantis 上去了之后 他会选择跟他们合作 然后呢 可能换个局长 然后不会去做什么 这个太大的这个变动 我觉得 川普上去 才可以改变 呃 这些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 DeSantis 上去了之后 会犯跟川普 在2017年 2016年 那执政的几年 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觉得说 他可以利用他的这个 魅力 去跟 其他的这些 左派的这些 bureaucracy 沟通 然后得到一个双赢 因为他很会玩 政治 他很了解政治 是怎么运作的 就跟你说的一样 但是我觉得 他只能在一个 公信力 存在的一个政府里面 现在美国的政府 我觉得公信力 并不存在 而且我们也不相 你说真的 你刚刚自己也说了 你不相信 选举 这个Pensylvania 这个东西 你觉得他们 如果要作弊的话 还是会去作弊 我认为呢 就是说 至少 现在有足够的战场 州 他们的选举 在 能够作弊 推翻一个 比如说 有足够大的 赢面的 差别 还是 还是做不到 就是说这个作弊 不会做到 就是说 any margin 他们都能够翻转 那所以 我认为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 候选人 像 Desantis 这样的候选人 我会继续 就是刚才你讲的 这个 我会继续回应 就 他在这个民众中 虽然说 他现在 你那个head to head 他并没有说 比川普强 但是川普 他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叫做 他有一个天花板 他的天花板 就是他的那个 叫做 disapproval rating 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 这些人 对他的这个厌恶 他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所以他是说 在很多 很多时候 就是即使没有作弊 他在有一些州里 他比起2020年 他能够得到票 都是会更少 OK 嗯 嗯 就说现在的这个民意调查 很大一部分 就是因为现在 愿意 就是说 表达意见的人呢 就是很多是表达出 这个同行票 就是说 同行票 同行票 因为 他们对这个川普 受到这个政治批害 迫害 非常的反感 因此呢 他们 在民意调查里面说 我支持川普 因为我反对 这样的政治迫害 但是当我们 去投票的时候呢 我们投的是说 Future票 就是说我们 要看 我们认为 哪一个领导人 能够使我继续过一个 相对安定的生活 多数的人 就是我们作为 保守派的人 会认为 就是说 这个政府 我们必须翻转 因为他已经腐败到 这个程度 但是说 他翻转 依然是在这个 宪法的架构下面 翻转 所以呢 他不能够离开 他现有的这个架构 如果是 这是绝对 离开的这个架构的话 那是革命 就是说 多数的并不是革命者 即使是保守主义者 多数的也不是革命者 完全同意 那所以 但是说 我认为 就是我们对他们 是不是有这个 political will 来fight 就是我们刚才 讲的这个理念 但是他们 有没有political will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公正的看 德桑蒂是在 福尔里达州所做的 第一 就是说 他所用的这个 Dr.Levdapo 你对Dr.Levdapo的背景知道吗 我不知道 Dr.Levdapo不是福尔里达州 他是那个 UCLA的 所以 那个 他专门去 UCLA把他请过来 而他Dr.Levdapo呢 是在这个美国前线 医生里面的医员 所以在 他请他过来 做他的州的这个 Surgeon General的时候呢 已经知道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会引起 左派对他 强烈攻击的 一个导火索 OK 对 但是他依然这样做 所以这个 所以我 我认为 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 他会 不敢去fight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没有根据 真正 result 来做出的一个判断 相反的是 川普 他真正fight 都是在嘴巴上fight 他在真正用人的时候 他fight的哪一个 用人的时候 在真正雇人的时候 哪一个是说 他 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他能够顶住一切压力 把他 放在那个 合适的位置上 Cavanaugh 就是一个 Amy Coney Barrett 也是一个 然后再加上 他 现在被起诉四次 对不对 然后 各方面的 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他 will to fight 这个东西 我觉得 没有 没有多少的人 可以超过 川普 我必须 这样子老师 跟你说 对 那 那 我就说 I beg to differ on that one 就是说 在这个 Cavanaugh 和 那个ACB 就是这两个大法官的 这个 当他提名了以后呢 基本上 主要的fight 是在Senate里面 Yeah 那 那就是说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两个 都不是 真的是说 最保守的人 就是说 在 Amy Coney Barrett 那个时候 我们 应该是觉得 他是应该是选 那个Barbara 我忘了 Last Name 是什么 是一个Hispanic的 女的 可能比这个 ACB 会更加强 但是说 That's neither here or there 但是 就是说 在 这一个 的fight里面 比起 比如说 他在 联邦政府 所任命的人 哪一些 是说 他 如果 某一个人 明显的 违背了 他的这个 执政理念 那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军工 和这个 情报部门 基本上 没有 没有fire 一个 所以就是 他身边的人 他几乎都 开除光了 最后的时候 对 但是说 就是说 那 开除光的 那些 不是因为 被开除的人 执行了 这个 非保守主义 理念 的原因 他开除的那些 反而是 就是反而是 那个执行 非保守主义 理念的人 他没有 开除 比如说 那个FBI的 局长 那他开除的人 就是很多 就是说 跟他的 这个 行政管理的 方式 在个性上 有太多的 clash 没有办法 继续做下去 那 所以 但是说 就讲到 这一个呢 我们等一下 讲到 他的那个 skill上 这political skill 就是怎么样 用人 我觉得他也是 确实是一个问题 那 我觉得 就是说 他的FBI 通常是在 离开了办公室 之外的FBI 比如说 他跟媒体的FBI 就是说 一个嘴巴上的争斗 并不是说 能够 有办法 在这个 与这个国会 推动这个国会 能通过 他要通过的 这些法案上面 就是因为最终 他要能够 成就的 这个 长期的 这个保守主义的 转型 是必须是在 用人和这个 制定的policy上 我的counter是 没错 的确是这个样子 他用人 的确是没有 Round DeSantis 好 然后他的 political skill 真的是没有 Round DeSantis 好 Round DeSantis 他就是很会 运用这些 政治方面的 这个权力 像他的 立法 然后推行 整个法案 各方面的 但是 现在的共和党 建制派的 非常多 而且建制派 就像 McCarty 到现在 还没有起诉 这个 Joe Biden 这个东西 只是在那边说 我们可以 第一个起诉 是这个样子 一直在玩 这种政治游戏 共和党 绝大多数 是被 建制派 掌控的 但是川普 是可以 翻转 这个 真正要把 保守理念 放进去的 我觉得可能 是川普 而不是 DeSantis DeSantis 只是会 让大家 一起合作 然后让我们 去做一个 什么 这个东西而已 OK 所以你讲到 这个 建制派 深层政府 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 Fight这个 那 我觉得呢 就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 就是要 好像 要消奇意 就是说 到底我们 深层政府 或者是建制派 我们到底 讲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有 这里有三个含义 就是说 我们把三个 不同的东西 要分清楚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讲到 这个Administrative State 是讲的是 专业官僚 和技术官僚 他们可能是 联邦政府的雇员 他们呢 就是 他们收入不错 可能也得到一些利益 他们首先的 这个 希望的是 保住自己的饭碗 所以 他们希望 不管谁是老板 他都要重用我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说 比如说 你是邮局局长 就是我 我是 我肯定是希望 我不管 谁是 这个总统 我都能够 做稳 我这件事情 他们不一定是坏人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他们是被 turn into 这个 political creature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是变 变坏 那第二个呢 是说 那个腐败的掌权的人 就是说这些 就是他 他有权 他不仅仅是说 这个本来 他们有当得的利益 而是说 他有权 而且他用这个权 来增加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这个就 那个FDA FDA 一做完FDA呢 他就去 这个大制药公司 做董事 这个像那个 Scott Gollip 他是那个 川普任命的 第一个 那个FDA的 那个Commissioner 他一下去了 他就去 辉瑞做的董事 那所以就是说 FDA这些人呢 他肯定就是会 跟这个大制药公司 那或者是说 那个军工复合体 这些 为什么这些 Retired General 他这么吃香 因为他在 Retired之前 他已经跟这个军工 机构 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联系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说 以权谋失的 那第三种呢 是这意识形态 就是意识形态上 他不仅仅是 希望得到自己好处 而且在意识形态上 他是要推求这个 左翼 翼教的 传球主义者 的一层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Desantis 在对付这三种 不同的人 他分得清楚 谁是谁 而川普呢 只要反我 他就是深层政府 这一概成为敌人 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不仅 只是一个 political skill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能够认清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人 都打到敌对方向去的话 我们除了就是拿一个炸弹 把这个五角大楼炸掉之外 没有任何的可能 能够改造他们 就是说 我觉得Desantis 在好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现在 第一大的敌人 是这个意识形态驱动的 这个权势人物 不管这权势人物 是来自Soros 所任命的 这个 所帮助当选的 这个检察官 还是是迪士尼 这样的大公司 他主要是说 首先是要打败 这个左派的这个议程 第二呢 就是说 如果在 你知道这个腐败 这个事情上 你讲到这个 这个McCarthy 他要起诉 或者是impeachment 他可以把impeachment 做成有效的事情 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一个show political show 现在更大的可能 他是做在 做成一个political show 因为我们在 我们只有这个 那个congress的 那个representative house 而没有senate的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成功的 能够把这个 一个总统impeach 就跟民主党 做这个impeach 这些都是做show 但是呢 他本来最 就是说这个 但是这个impeachment 是可以导致 2024的总统的方向的 因为他们 很多人可以看到 这个样子的腐败 他们就不会愿意去投票 因为现在我必须老实说 2020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 不是投给拜登 他们是投给反川普 只是支持川普 跟反川普在那边投票而已 跟拜登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impeachment 可以翻转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对于民主党 这个事情非常容易解决 就换一个人就好了 所以我们 可以花了很多的力气 impeach了拜登之后 只是为他人做假一场 他这个impeachment inquiry 他可以 Hunter Biden在里面 欧巴马 因为那是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他在里面 然后他跟我 这个可以牵连到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 这个impeachment 只是一个秀 只是一个 我们 就是说我们 我没有 就是一定认为 他的这个impeachment 是有错 但是说如果 我先就是说 你先注意一下 如果这个impeachment 开始的时候 出来代表这个 House Republican 讲话的人 是哪一些人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 McCarthy 希望做到什么 OK 就是如果 出来代表 他讲话的人 都是Freedom Caucus的那些 最坚定的这个保守派 那就是说 他他要传递 这是一种信息 如果出来 来作为这个 就是有 做这个叫什么 那个impeachment manager 什么的 是像Nancy Mace 这一类的人 他又传递 是另外一个 或者是那个 Alice Estefanik 他传递的 又是另外一个信息 Yeah But we should just get started 我们应该要开始 这个impeachment No 就是说 这不仅仅是这样 如果他使用的 都是 就是说 他的亲信 他要把它放在 你们的面前 告诉你 这个是你们的 你们的自由 都是 这个是 就是说 我们conservative 阵营里面 最值得推崇的人 那他 他就是又传递了 另外一个信息 所以 就是说 他在这个 做秀 那就是又回到 就是到底 川普有没有 推倒了深层政府 没有 因为为什么 当时就是说 这个 fight over 这个 house leadership 最激烈的时候 是因为川普 支持这个 McCarthy 所以呢 就是说 那个 freedom caucus 那20人 只能够退下来 那就是这个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要改选的时候 是谁支持 Rondal McDaniel 还是川普支持他 而不是 支持其他 所以就总的来讲 就是我们看到 他是在 在他的 就是他对待媒体 对待这个 他能够talk very tough 但是说 他真正对待 这一个 非常错综复杂 就是里面有 各种 个人利益的 这个 所谓的深层政府 里面有 不同layer的 这些人的时候 但是Desenters 对这个东西 他们 他其实也没有 出面声明 反对 或者是怎么样 我知道他是州长 所以说他 其实对这个 没有关系 所以说 我觉得这样子的 说法 不太 不太公平 就是 绝书的讲法 就是说 就是说 你 给你多少的时候 你能够把你的 talent 中的 对 那你就应该得到 就是 你这个 你给五个talent 的这个仆人 你把你的五个 talent的投资 赚回 另外五个talent 你就可以管五座城 十个talent的 投资赚回十个talent 你管十座城 那我觉得这个原则 就是很适用于 这个Desenters身上 他作为州长 他把 他的权限里面 在 他既使用 就是该用的 政治技巧 但是说 他并不是说 他不敢去碰 那些 左派 他把那个 board of supervisor 那个board of election 的那些 头头给放开掉 就是说 是以保证 这个Florida 州能够有 这个安全的选举 就是这个都 给别人做了典范 就当你有权利的时候 你是可以 合理 合法的使用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 也是一个 就是非常聪明的律师 他对于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他非常清楚 所以当他按照理念去做事的时候 他知道哪一些事情 是他权限里面可以做的 他就放胆去做 他不怕别人去攻击他 而我觉得就是说 川普在这一方面 他的理念并不够足够的清楚 因此呢 他不知道 就是哪一些是真正他有权去做的 比如说他说 我上去我就要把那个 McCarno干掉 哇 McCarno是这个 州选出来的这个参议员 是参议院选出来的 majority leader 他作为总统 他也没有权利把他 把他做掉 所以就是说 这样的事情就显出 他并不真正知道 他能做什么 他会讲一些大话 那就是 但是说在这个 他讲话的这个 上面呢 我是说是最违背我们的原则的 就是说这个 一个 就是说 当他 我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是觉得说 我一定 会要反对 我只是觉得 他们两个竞争 但是说 当他攻击这个 Desantis 使用的方法是说 来攻击他的那个州 在抗议中 做得不好 不如纽约州 不如加州 或者是 等一下呢 又说他 就是他又 他又 lockdown 比如说 现在在那个 跟那个 Christine Norm 的时候就说 只有 Christine Norm的州 没有lockdown 其他州都lockdown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做假见证 OK 但是 那个是 blatantly against 那个 第九个 第九个 他也可以说 Brandissan的竞选团队 说 那要什么 把 把 Dr.Falci 来报川普 川普 清Dr.Falci 这也算是做假见证 This is politics 我觉得这样子的攻击 我觉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 川普不是 川普不是一个完人 我这个百分之百可以了解 然后我也不觉得 他是一个完人 我不可能期待 他是一个完人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今天说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跟一开始 其实每一个人期待都一样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 这个两个人 可以在台上证明说 谁才是最能代表我们的人 但是 川普没有去辩论 他领先60% 我也了解 为什么他不确实参加辩论 那 不过我今天想要 传达的重点 就跟林医师刚刚讲的一样 我们不欠川普任何东西 也不欠 Dissantis任何东西 Dissantis也不欠川普任何东西 川普也不欠 Dissantis任何东西 这一切都是可以和平相处 然后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左派 我们的目的是要夺回我们的价值观 跟我们的社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两个是可以对立 然后他们现在可以 这个这个讲得很难听 但说真的 初选结束了之后 他们两个就是相见一笑 敏恩仇 川普做过好多次 他把之前把那个骂的个半死 之前 之前Ted Cruz是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Lion 然后现在他赢了之后 变成什么 Rowing Lion 就是各方面都这个 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保守派现在要合一 然后不要 真的是为了这两个人 彼此攻击 之后我们可以选出来一个 最能代表我们的人 然后最能代表绝大多数保守派 而且最能守护圣经价值观的人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对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能够对话的前提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前提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变成了 就是说 唯独哪一个人 就是说如果你离开这个人的话 你就是叛徒 像经常在我的群里面 有些人就是用这个 犹大这个词 我是说这个词我不许 因为只有犹大是犹大 因为当你用把别的人 比成犹大的时候 你就imply 他背叛那个人是 可以比耶稣 那这个是blasphemy 我觉得就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允许这样 那但是就说 在我们刚才所讲到 我是觉得就说 这个政治上的skill呢 是必须有的 就是如果 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是 因为我们不是选一个领袖 去拿着一个火箭筒 就是说把那个所有的这些 我们认为不满意的这个深层政府 都把它炸难 因为那个是 那个就是法国大革命 yeah yeah 是我们就是美国的这个大革命呢 是一个非常unique的一次的历史事件 就是能够从scratch开始来build一个体制 在其他的国家呢 都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革命 其他的国家呢 就是说你要不就出现了这个改朝换代 要不就出现了法国大革命 然后最后就导致了这个血腥和导致了这个独裁 是 就是说真正就是说 只有这个英国的光荣革命 还算是就是说在这个中世纪改 到到后来宗教改革以后 一个成功的转型 而没有就是造成一个血流 那个血流成河这个 的的时候 能够从这个 那个天主教的一个社会 变成一个新教的这个社会模式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说我们都必须要 就是accept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直接把这个架构全部打坏 而是必须在这个 在这个架构里面 逐一的这个进行这个改革 因为我们自己人这么腐败 神在把我们的生命翻 就是说通过信接受了圣灵之后 他并没有就一下子把我们的这个脑袋就掏空了 就直接换了 而是说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改变来接受他 那所以 那我们对于这个政府 我们看见这个 很多的这个政府之所以这样 其实是我们 这一代人 那我是60岁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代我们 这一代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就是享受了岁月静好 以为只是我们可以投个票 然后就什么事都不用管 那就那个社会就能够 就是按照以往一样继续繁荣继续和平 那到现在才发现 就是说这个原来完全改变 但是我们希望的改变 政府改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是 更重要的是说在这个政权的改变 比如说这个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说重点还不完全是选哪一个人 而是说在选这个人里面 我们再一次重申哪一些价值观 是我们最看重的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还是反对左翼 异教全球主义议程 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敌人 就是说深层政府可能成为他们的武器 但是我们要使一个政权能够运作有效率的话 它还是必须要有一些专业的官僚 也是需要有技术官僚的 否则的话 就是说这个政府是无法运作的 那你同不同意解散FBI 或者CIA 或者是 在911之后 就是发生了这个恐怖主义事件之后 就是说就那个时候就 很push的通过了这个Patriot 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必须 就是所有的这个情报系统 能够就是很有效的 这个掌控这个情报 才可以 就是当我们面对某一个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我们必须要 把这个structure重新弄一下 让他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那当我们如果是说一下子 取消了这个FBI 取消了这个CIA 我姑且不说 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能够一个总统上去就能够取消 这个如果他是通过国会授权才可以建立的机构 总统并不能够就单方面的就把它取消了 那个 但是总统可以大幅的缩减他们的这个运作模式啊 他毕竟还是行政部门里面的 对对 Desantis的idea就是说把很多的部门要求他们把headquarter 要离开这个DC 让他们通过attrition减少他的人数 就是说减少他们的这个重新招人 等等的这些idea 我觉得就是说是减少这个官僚体制的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idea 但是说除了这个教育部之外 可能其他的要真是想要就取消 那个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竞选口号而已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当你当你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说 一动的大手脚一下子把它取消掉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恐怖袭击的话 这个总统马上就要下台 I think we'll be fine I think we'll be fine 我觉得we'll be fine 就是如果恐怖袭击的话 今天美国少了FBI 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你少了IRS 你的生活还会过更好 你少了教育部 你生活还会过更好 in a sense 因为我们都是self-sufficient的人 是 对 但是说美国还是有 现在比如说 因为我们有神 OK 不是说我们赚很多钱 因为我们有神 yeah 当我说就是说 不管我是说是从 他从政府拿这个经费还是什么 都当然是说有神 那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它最大的两个雇主都是联邦政府的 一个是这个就是 过去研究原子弹的基地 就是他们现在在清理核废掉 另外是一个国家实验室 那就是说就是我 所以我知道就是有多少人 是天天是在靠着联邦政府的分 分顶来吃饭 即使这些人 他们理念上有很多保守主义的理念 所以就是说这个 一下子把联邦政府的这个footprint 就是说reduce的话 它必须是要有一个非常有技巧的过程 就好像说一个人脑袋里面长肿瘤了 癌细胞老癌了 你当然是要把它除去 但是说并不能够大刀祸虎的 就直接就一下子 这个地方有个坏的打开了 就把那个都去掉 因为这个肿瘤细胞是跟很多 我们正常需要运作的组织 是靠得很近 甚至连在一起 联邦政府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触角蔓延到各个地方 不仅仅是他触角 而且他的那个存在 已经是与很多的这个 其他政府的function 很密切的联系 所以就是要把它detach的话 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skillful的surgeon 而不是一个拿着锯子的木匠 某层面上 有个地方我同意 有些情况我同意 有些情况我不同意 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就是痛一时 然后马上这些人就会去找其他的工作 这些人就会去找其他的出入 少了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服务的话 就像insurance 你说如果今天加州这个地方 insurance就是从此以后 车子不用规定说 一定要有车子保险 或者是什么保险的话 保险公司之间会彼此竞争 他们的价格会越变越低 他们的服务会越变越好 是促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政府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应该要废除 联邦政府去做这些东西 你越保护他们 再不管怎么skillful 你都逃不了 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切除 所以说某些层面 我同意 有些层面我不同意 就是说像那个 在南北战争 因为这个理念的不一样 就是说 it ended up having to be decided 最后最终是要在战场上 来解决这个分歧 那所以 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这个 掌权的人更加skillful的话 也许可以避免 就是需要在战场上 解决问题的这样的状况 很多东西是黑与白的 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 例如像堕胎 小孩子 男人跟女人 对啊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哪一个州长做得比 DeSantis更好 当我说他这个政治上的技巧 并不是说他 sacrifice的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而是说他能够把这个价值观 放在守卫的同时 他知道哪一些是最应该fight的事情 哪一些可能不是现在 或者不是用这个方法来fight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我都讲到第一件事 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 我能够认同他所做的 基本上所有的决策 在他作为州长的 所做的这个政策上的决策 所以但他的政治自小 只是说他在做这些 别人看起来好像 你怎么可能在一个 在一个purple state 能够做这个心跳法 能够做这个constitution carry 还有做这个 就是说那个对于这个 trans这个agenda 还有CRT这个agenda 能够做这么严厉的这个 这个行为 那这个是一个skill 这能够使得他 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的一个skill 同时是在他的管理的skill 使他管理的下面 就是他应对 那个灾难性事件的能力 越来越增强 这样的话 别的人虽然说 在意识形态上 虽然反对他的人 但是觉得他在管理这个州 他管理的好 就是说台风来的时候 这个电力恢复的快乐 通车恢复的快乐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也是说 好 那我对这些意识形态 虽然我不支持 但是说我反对的这个意愿 不会强到negade 我对他使我生活品质改变的那个程度 那所以就是这些都是 因为我们政治理念非常强的人 在美国的民众中还是少数 谢谢 就是说 特别是说那个所谓independent 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vote 就是只是取决于 就是说他对于一些看得见的东西 是不是管理的好 那在这些议程上 我觉得就是desantis的理念 和能够做的事情 完全不比川普会少或者差 你如果讲说国内 那我们可以就是 如果你要讲川普的攻击的话 什么Abraham Accord 就是说各方面 他们说中东签订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有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就是如果没有2020年的话 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总统 今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 我觉得对所有的保守派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 我们的敌人不是在网路上 在下面的留言区里面互骂而已 我们的敌人是左派 我们的敌人是 而且不是人 是他们心中的撒旦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攻击的是撒旦 当我们保守派彼此攻击 彼此在这边捅刀 只因为他只能怎么样 他就说你什么犹大 你背叛什么东西的 这个都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 教会天天在讲合一 我们也要合一 保守派要合一才有力量 我们在这边一天到晚乱骂的时候 我们其实只是在伤害彼此 伤害我们的灵舍而已 所以说今天林医师讲了非常多的 关于Desentus 他的强将 他的好处 而且我基本上完全统一 那当然川普的好处 我相信大家的这个 这个下面的人 也都非常的了解 然后我之前的这个影片 有讲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保守派 要做的事情 是知道敌人是谁 而不是要彼此攻击 那林医师 你最后还有什么话 要跟我们的观众讲吗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人对Desentus 从支持 作为他是州长 并且是很可能是 2028年的这个 最好的人选 变成这个公汉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认为他这样 迫不及待的跳出来 一定是因为受了这个 深层政府某些人的推动 那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Desentus这么聪明的人 他不会 就是说他很能够知道 就是说他其实现在出来 他是要冒着 就失去将来出来的这个 可能性的这个危险 我们就是说 我这样讲 就是根据他在过去 所走的每一步 就是说他是不会说 愚蠢到这个都看不到 但是我觉得是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川普在普选中 是不是有这么大的胜算 那我们国家 特别是说 对我们认为 只有符合基督教信仰 为基础的保守主义理念 执政 才可以带来这个国家 复苏 或者是说 不会使这个国家 掉下悬崖 这样的人呢 就会看到 就是说我们 没有办法再等失联 所以我觉得他出来 他自己是这样讲 我倾向于相信他 这样的这个解释 不是因为说 有一些什么 深层政府的人 把他推出来 因此他有这个斗胆 来挑战川普 而是说他看到 如果他现在不出来的话 2028年这个国家 可能真的能够剩下 给他出来做的 的这个废墟 可能真的是非常 目不堪度 所以我觉得他是 出注意对于 这个国家的爱 来这样做 我觉得这两个人 都是爱美国的 这个是100% 我们可以确定的 然后Ron DeSantis 他有没有什么 深层政府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 要一直在这讨论说 什么这个 这个深层政府 这样这样 说实话 他 佛州的州长 是有turn limit的 然后他这一次 就是最后也是当州长 之后他2028要选的话 中间有两年的时间 他是跟政治 就是不会有任何关系的 除非他每天上Foxgap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也是他 残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他在那个时候 就可以说出来一些话 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参选 或者是他在这个时候 当上总统 所以他在这个政治上面 是有一定的考量的 跟你说的一样 好 这个感谢林医师 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真的是学到了非常多 不管是在 对于DeSantis的看法 还有对于 现在美国的政治的观点 我也都 也不能说改变 但是了解到很多你的观点 那我们保守派 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的同意彼此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我希望各位在留言区 可以和平的 civil的 好好的彼此沟通 好我们谢谢林医师 谢谢Ethan 就是说今天真的很gracious 来让我在上面跟你讲一些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foundation 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看见美国 回到一个以 就是以我们的信仰为基础 来保守主义理念为治国的国策 的一个国家 这是我们的福气 也是所有美国人的福气 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成 谢谢林医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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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